近期,印度从其西部边境地区调动了1万名部队至东部,驻守与中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。 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,印度此举并不利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,也不符合双方共同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共识。 印中两国边界长达3800公里,地貌复杂,存在许多争议。 2020年,两国军队在东拉达克地区发生严重冲突,导致双方人员伤亡。 此后,两国军队加强了各自边界驻军的力量和装备,并巩固了各自的防御阵地。 尽管两国军方已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,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仍在辛德里的一个防务峰会上警告,如果印度遭到攻击,军队将会做出适当回应。 虽然辛格并未直接提及中国,但被认为其言论是在映射中国。